你觉得小时候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我那时候特别怕你 因为你跟我妈脾气会比较像 你就有一种责任感 就是我一定要教育好你的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后来进演艺圈 我妈不同意 你说服她 对她也觉得 学主持人做这个比较稳定一些 因为你妈的梦想就是当主持人 你妈就特别希望 你按照她的理想去实现 这是她家人 亲小姨 真正的小姨 算是维加哥的 还是她的爸爸的话 平辈了 马思纯是小姨带进行的 各位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 她选 有没有那种说陪别人去选 结果那个人没选上自己 对我就是 你看每一个艺人全是这样的对不对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守 这两个人怪无聊的 嗯 你找了谁呢 找了就是一起合租房子的小姐妹同学 这还有联络吗 没有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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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欣然跟蛇蛇是很像 因为你们参加了那种 我选美的 但我也是不想去的 都是我妈叫我去的 港姐要报名费的吗 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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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那个比赛还有报名费呢 是 两百块钱一个人 那个就是被报名费的一个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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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你那个 可是还得靠才艺 都得靠才艺 你是怎么出当的 我我是路边人人找我拍广告 啊 就是星探发现 你就在大街上这么走走走走走 对对对对 你是走了好几年才被发现的 我没有哎 你就是随便走 你是一直 你就听说那块那条大伯 有人走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跟我妈吃饭 就有人找我要拍广告 我也没在怕 我就就 有一个人去